其實就去打官司那幾年 我都還在拍八點檔 然後就叫導播 不要拍我特寫 因為臉都是花的 我整個大過敏 然後呢我整個沒聲音 這個就是身體騙不了人 華語歌談天候禮文 五日周事 讓不少圈內好友難以置信 眾星紛紛PO文哀悼 而藝人陳美鳳出席活動時 也被問到此事 昨天滿晚就看到 其實藝人真的比較異議長人 很多事情你必須都被 不上檯面 他其實他的人生 從他的家庭 他的姐姐媽媽 大家都很有愛 其實他是幸福的 他是幸福的 但是碰到感情這個東西 真的不容易 我是覺得就是 他應該前一陣那段時間 很辛苦 因為他自我要求很高 然後全心全意就是跟這個男人要走一輩子 所以他是辛苦的 李文有沒有拿什麼 都知道你最好嗎 滴答滴 就對他印象很深刻 一直都 自我要求很高很好 就不容易啊 曾經走過婚變的低潮 陳美鳳也罕見談起這段人生經歷 可是我必須要說 人喔 心 說OK OK 這是我有經驗過 你心覺得我OK 我就面對OK 可是你要知道 你的腦袋跟身體是騙不了人的 因為我覺得我就面對他 可是呢 我整個大過敏 然後呢我整個沒聲音 這個就是身體騙不了人 我以前那段時間我心情其實不好 那朋友約我出去 我都不想出去 我就覺得我想在家 那時間是多少 很久 很久 有 其實就去打官司那幾年 我都還在拍八點檔 然後就叫導播 不要拍我特寫 因為臉都是花的 那個養飾你沒有辦法控制的 但是真的 朋友幫助你去 那還是有些還得要自己 還得要自己 當然有醫生可以諮詢可以聊 也是很好 有個出口